伏原愛與張宏傑結婚後 去年爆出婚內出軌的醜聞 結束了五年婚姻 然而兩人離婚後 不斷因為家庭問題鬧上檯面 引發各界關注 近來伏原愛轉戰中國市場 積極經營社群平台 獲得不少重視粉絲的支持 日前她更新影片 分享自己化身好媳婦 烹飪宮堡積定的過程 直見伏原愛身穿桃紅色上衣 搭配黑色圍裙 頭髮折扎起公主頭 看起來十分優雅 她一邊做菜 一邊分享小時候做過的糗事 偷自己曾將雞蛋打在盤子後 放進微波裡加熱 結果雞蛋瞬間爆炸 讓她花了很多時間清理 還被爸爸調侃是傻瓜 影片不光後吸引超過3000人 點贊 網友們紛紛留言表示 愛講的中文說得真好 幾乎接近母語水平了 更直呼希望她嫁到中國 成為中國媳婦呢